加拉达书第三章 无知的加拉达人啊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一活现地摆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愿向你们请教这一点 你们领受了圣神 是由于遵行法律呢 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 你们竟这样无知吗 你们以圣神开始了 如今又愿意肉身结束吗 你们竟白白受了这么多的苦吗 果然是白白的吗 天主赐予你们圣神 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德能 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呢 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 经上这样记载说 亚巴郎信的天主 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为此你们该晓得 具有信德的人才是亚巴郎的子孙 圣经预见天主将是一民凭信德成义 就向亚巴郎预报福音说 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 可见那些具有信德的人 与有信德的亚巴郎同盟祝福 反之凡是一事遵行法律的 都应受咒骂 因为经上记载说 凡不持守 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 而依照遵行的是可咒骂的 所以很明显的 没有一个人能凭法律在天主前诚意 因为经上说 一人因信德而生活 但是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 只说 遵行法令的 必因此获得生命 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 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 因为经上记载说 凡被悬在木架上的 是可咒骂的 这样 天主使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 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 并使我们能借着信德 领受所应许的圣神 弟兄们 就常规来说 连人的遗嘱 如果是正式成立的 谁也不得废除或增定 那么恩许是向亚巴郎 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 并没有说后裔们 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 而是向一个人 即你的后裔 就是指基督 我是说 天主先前所正式立定的誓约 绝不能为430年以后 成立的法律所废除 以致使恩许失效 如果承受产业 只由于法律 就已不是由于恩许 但天主是由于恩许 把产业赐给了亚巴郎 那么 为什么还有法律呢 他是为显露过犯而添设的 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 他原是借着天使 经过中人的手而立定的 可是如果出于单方 就不需要中人了 而天主是由单方赐予了恩许 那么法律相反天主的恩许吗 绝对不是 如果所立定的法律 能赐予人生命 正义就的确是出于法律了 但是圣经说过 一切人都被禁锢在罪恶权下 好使恩许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 归于相信的人 在信仰尚未来到以前 我们都被禁锢在法律的坚守之下 以期待信仰的出现 这样 法律就成了我们的启蒙师 领我们归于基督 好使我们由于信仰而诚意 但是信仰一到 我们就不再处于启蒙师权下了 其实你们众人 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 成了天主的子女 因为你们凡是领了喜 归于基督的 就是穿上了基督 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 奴隶或自由人 男人或女人 因为你们众人 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 如果你们属于基督 那么你们就是亚巴郎的后裔 就是按照恩许做成绩的人